如果统计这个数量 当然统计数量我们的范围应该是从那个第二列嘛 从这边开始嘛 然后到哪一列呢 Ctrl向下 大概502列的地方 OK有这么多资料 那如果我说呢 我今天希望统计 当然如果你现在不太会统计全部的话 你可以先写第一个层次 只写其中一个储存格 比如说假设啦 我看一下哪个地方人比较多 刚刚也看到一个 第几个 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 因为如果你假设找一个不止一个人的话 那这样感觉会比较能够找到资料 比如说像 比如说我统计这一个好了 OK 这个A3好了 假设我统计这个A3 我希望它的数量 我希望呢 帮我从头算一下 到底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在第几列呢 第三列好了 算一下呢 到底人这个字出现过几次 然后帮我把这个数量填在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就输入零 如果有的话就输入它的数量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怎么完成这件事情 当然第一个 我们先在模组里面呢 记得先输入一个名称叫做一个SUB名称叫做数量 Enter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建立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计算 那怎么计算呢 当然呢 这边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我要知道这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 那有几个字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LEN LEN的话还记得吧 LEN就是算它里面的字 那哪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的话 我假设用SELS来表示的话 那就是SELS的第几列呢 第三列 第几栏呢 第C栏呢 C栏所以打一个C的文字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知道说它里面有几个字 假设里面有30个字好了 那我就在接下来 我就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什么呢 我用J好了 因为等一下I可能会有列 我用J For J等于什么呢 第几个字呢 从第一个字到全部几个字 比如说全部30个字的话 那我Enter两下 是不是打错了 这个空白一下 OK 空白一定要 所以我给它一个范围 就从第一个字 到它全部的字数 那做什么呢 帮我比对一下 那比对什么呢 如果 所以我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需要怎么做呢 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抓过来 跟什么字比 跟人这个字比 所以如果 如果呢 我一个字一个字切 那怎么切这个字 还记得吧 我们用MID MID的话是切割文字 那切割哪个文字呢 切割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文字 所以一样 可以把Sales I列的C栏 第三列的C栏 把它复制下来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所有的字 逗点 逗点 第几个字呢 第J个字 那因为J的话 先抓1嘛 然后1 那逗点几个字 一个字 OK 所以 从第J个字 J的话是从1 假设三个字 就1到30 那做什么字呢 做什么事呢 把它比对一下 也没有跟哪个关键字一样 所以这里假设 我要跟人这个字比一下 人 OK 如果呢 有跟人这个字一样的话 然后做什么 我一样 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一符 有头有尾 然后呢 就是 如果有一样的话 那就帮我算1 加1 所以我会需要有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 也许你把它写 写在FORW圈圈上面 C等于0 C等于0 意思是 这个变数它预设值是0 那当我 假设有 找到有字是跟人一样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C怎么样 把它加1 所以C等于C加1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它一个一个计算完毕 所以最后算完之后就知道说 这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了 OK 所以我假设算完之后 那当然我会希望说 最后的结果要放哪里 帮我放在D3 D3的这个储存格 所以最后的话 再把那个结果丢到D3 所以Sales 第三列的D栏 里面放什么呢 帮我把它 把那个总共有几个的结果放进去 所以C 就是计算结果 算完的结果帮我把它放进去 所以 它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一个字一个字跑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写完D1阶段了 按F8跑一下 C等于0嘛 所以目前没找到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总共有六七个字 比我原来想的还更多 所以它从第一个字到第61个字 帮我一个字的比对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字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字它先把有这个字先切过来 跟人比比看 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就跳过 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一直累退 所以直到哪个字 我先射中段 你让它全部跑一下 这个时候有了 那有在哪个字 第56 56应该是这个 所以它等于一直比比比 比完之后的话 找到这一个字 这个字是第56个字 当它56个字的时候 它这个字刚好是人 所以它就把这个C把它加 C里面的话本来是 本来是零嘛 所以把它加一 所以加了一之后的话 那C就变成一了 OK 所以后面还有人 应该没有了 所以没有之后的话 最后怎么样呢 就把这个结果给 这个 執行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第一 这个储存格里面 就输出了 那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一个了 可是完成一个之后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完人全部呢 有没有 我还需要从第二列嘛 一直到底下嘛 总共502列 那当然呢 我要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外面再包一个FORC回圈 其实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试着撰写第一阶段好了 这个程式的话 我一样把它放在 那个云端白板上面好了 所以各位如果要查询的话 可以直接到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看一下 试速 那当然第一个阶段 先找那个 那个D3 C3储存格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所以刚刚的话呢 其实已经算一个储存格 可是问题是 还有其他储存格怎么办 那当然你不可能说 我一个个慢慢再把它 再改 那如果你要改的话 变成怎么样 你如果改下一个储存格的话 下一个储存格的话 那变成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你说老师那我直接改四个不可以 其实如果你直接把那个 这边总共有几个 Sales的3全部改成4的话 Sales后面 那其实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的结果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变成说它换找下一个 所以它是换成是C4的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然后它一样把这里面的字 每一个每次切出来之后 找到的字有没有人这个字 有的话加1 OK 那最后把加总的结果放在这边 OK 所以呢 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它就会出现 这边的结果了 然后一样的道理 底下 你说老师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改5 全部改5 问题是你这样不对啊 如果每一次都要自己来手动改的话 哇那会改非常多的次数啦 变成总共502嘛 那你要一直改不可能 所以呢 如果你假设有个范围 它蛮固定的 从第几列呢 从第二列开始 一直到502的话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 Sub 这个后面 Enter一下 然后习惯它按个TAB键 打上那个for 那因为我刚刚说forJ 现在的话就把它forI好了 我习惯用I来当成列 哪一列呢 第二列到第502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决定它是哪一列 然后再来把I这个变数 分别放到这个 刚刚的哪一列的位置 所以总共有几个呢 总共会有三个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哦 请你在上面再加一个列回圈 那下一步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直接把这一个 刚刚写的这几个 几行程式 直接就选起来 就拖拉了 拖拉的话 选起来之后 直接按住不要放 就可以把它丢进来了 丢进来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 一定要把这几个 forNets里面的程式 选起来之后 记得按Tab键 Tab键的话是缩排 那缩排的话是让它移到 下一阶 这样看起来 你会发现 程式会比较有结构性 因为这边有FORM 尾巴一定可以看到Nets 那因为呢 大部分同学很常写错 就是有头没尾 有FORM没Nets 那有FORM没有Nets 那当然 但结果一定是错误的 OK 那只要你没有写错 这个结构的话 理论上呢 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再来的话 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外面的I呢 放到这个列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先从第二列 一直帮你跑 跑到最后一列了 502列了 OK 那这样的话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有没有 人全部通通帮我加总在一起 那你说 哇老师 他一边跑一边累加 对 因为他这个SUM 基本上是把它固定在这里 所以他一边执行 只要他有增加一个数字 不要是0的话 他就帮你累加 所以马上可以看到加总结果 OK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写固定在这里 你不用自己 那你说老师 那我需要自己写一个VBA去加总 不用啦 因为他已经有这个内建功能 你干嘛没事 还要一定写 用加总非常方便嘛 你用自动加总之后 然后把这个范围 改成第二Ctrl Shift向下 这样打个勾就好了 这样就有统计的一个加总结果了 OK 那这个写完之后的话 所以刚刚我做了几个地方的变化 包含就是说 原来的程式就是这里面 这几个 那我只是在外面包一个 4i的回圈 4i等于 第二列到第502列 范围确定 当然你这个502 如果你假设不想要写固定的话 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向下 我自己来写一个向下追踪的程式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说你要记得 那个追踪的程式该如何写 前面我们有写过蛮多啦 你可以把前面那个 把游标放在A1 然后Ctrl向下 追踪到列 直接把那个叙述写到这边来 也是OK的 然后先缝回圈 先写 4i等于第二列到502列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分别 把这个I做一个变更 这样就OK了 但是这个程式最后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需要修改 因为目前只会找人 可是如果你要找其他关键字的话 那变成说你还是必须要在这边 去修改他的关键字 所以最后呢 我是又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人的地方 改成一个Input Box 那做法其实我们前面做过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